公公就是每天骂 婆婆就说我逗你 然后 她们说我生不出儿子 姐姐骂我 骂我没有东西 骂我小孩是培情货 她说我生生的都是培情货 他们搞点好吃的 他们怎么说的 没有什么好吃的 就这个菜 我说我小孩要喝奶 你搞点好吃的给我吃 喝什么奶呀 就这个菜没什么菜 还是好吃的 甚至又不是男孩子 我心里太压抑了 我真的太压抑了 我帮我再不上去 我真的很压抑 好压抑 满脸委屈的女人叫小燕 今年35岁了 因为生了两个女儿 婆家人对她态度非常不好 长时间的压抑 造成她情绪低落 不得已想要分家 七年前 28岁的小燕已经结婚 育有一个儿子 可是 丈夫的频繁外出 不理不回 让她认为丈夫有了外意 小燕提出离婚 可是丈夫并不同意 她开始和丈夫各国各的 一次偶然的闲完 小燕通过摇一摇功能 摇到了附近一个男孩子 两人开始短暂的聊天 通过了解后得知 男孩叫小凡 今年23岁 比小燕小5岁 两人很快聊得热火朝天 发展到线下见面 小燕毫无掩饰 把自己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小凡 小凡性格和她相似 都很老实 不爱说话 她不嫌弃小燕的年纪 也不嫌弃她有一段婚姻 真情地表白 感动了小燕 她更加坚信 这次遇到了对的人 小燕再一次找丈夫摊牌 可丈夫还是不愿意 两人随后约定一起南下打工 就这样 他们进了同一家厂子上班 住进了集体宿舍 犹如夫妻一样一起生活 彼此照顾 一年以后 小燕怀孕了 她把情况告诉了丈夫 这次 丈夫起得主动离婚 两人可以正大光明地在一起了 可是 小凡的父母并不喜欢她 年纪比儿子大 又结过婚 父母的情况又不好 然而 小凡并没有因为父母的反对而放弃 她还是带着小燕回了家 生命煮成了熟饭 最终 他们还是在老家办了婚礼 婚后的日子也还不错 小两口恩恩爱爱 婆婆也为他们精心布置了婚房 可是 一切平静的生活 随着孩子的单身 变得矛盾不断 原来 小燕生了一个女儿 这让重男轻女的公婆 开始变了位 儿媳妇生孩子 婆婆理应在旁边忙前忙后 可是 婆婆却躲得远远的 看到是个女儿后 婆婆经说 受不了医院的气味 要回去 小燕想分身活动 婆婆也不帮忙 小燕想吃点东西 婆婆也不给她吃 最后 还是旁边的阿姨看不过去了 帮忙弄的 我回老大去医院 她妈说 在医院待不了 我闻不了这个医院的气味 我又回去 没照顾我 我两个胳膊 从老大也是 给毕业的阿姨照顾我的 给她的阿姨 带着一天的水 然后就跟我妈呀 她就问 她说 妹子 你说你怎么没有妈妈呀 我说我没有妈妈 然后我婆婆就站在窗户那里 就不管我 后来那个阿姨再叫她 说你过来搞她呀 你上那里干嘛呀 还是人家叫她的 婆婆还是回去了 丈夫上班又走不开 小燕的奶奶 照顾了她好几天 坐月子时 婆婆也没有照顾她 婆家人也没拿出一分钱 对于婆婆的做法 小燕憋了一肚子的气 然而 丈夫也没有一句安慰的话 甚至还站在婆婆那边 这次的打击 戳伤了小燕的心 她和婆家的关系 也彻底激化了 因为没有生男孩 小燕每天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基本上 婆婆每天都要念叨一次 打鼓解生了一对男孩双胞胎 公公甚至起了外面 她说 用个孙女换一个外孙 遭到了他们的反对 公婆这种重男轻女的思想 强假到小燕身上 几年来一直没有好脸色 为了能够要孙子 几年之后 小燕再一次怀孕 不过 临盆时 她没有在见婆婆 孩子生了 打鼓解打了电话 听到小燕说是女儿 旁边的婆婆 哀声叹气 电话那头 小燕的心情无微杂陈 小燕回到婆家 各种难听的话 冲醒她 婆婆说她没有用 生的都是赔钱 后 两人又一次激烈的争吵 婆婆甚至鼓动儿子 跟她离婚算了 小燕在这个假态六七年 受尽了委屈 如今 为婆家生了两个女儿 又要被婆家赶出去 小燕找到了电视台帮忙 希望能够说服丈夫 和她一起搬出去住 面对小燕的指责 婆婆都否认了 她说 两个孙女我一样喜欢 只是有点小矛盾 小燕自己心眼小 总是放在心上 不管婆婆怎么解释 小燕态度坚决 她希望带着两个孩子 和丈夫一起出去住 她实在是受不了了 尤其是公公的脾气 她说 公婆年纪也不大 都在五十岁左右 完全有能力照顾自己 过年过节的时候 回来看他们 我一样会对他们好 丈夫有点心 不过带着两个孩子 她认为不现实 她想让父母帮忙照顾孩子 他们可以一起出去打工 话音刚落 婆婆闯了进来 听到小燕要将儿子和孙女 都开走的想法 她情绪崩溃 小凡是她唯一的儿子 她不想分家 她开始大喊大叫 看到这一幕 大姑皆说 母亲忍受了父亲几十年 如今儿子又要离开自己 她接受不了 一边是妻子 一边是母亲 小凡家在中间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于妻子 她还是有感情的 毕竟一起走过六七年 她说 妻子虽然比自己大五岁 但心智不成熟 见到亲戚也不喊个人 很少和家人沟通 这才导致关系越来越疏远 母亲这么一闹 小凡不知所措 小燕并没有因为 婆婆的哭闹而改变 她为了丈夫两个选择 一是 他们一家四口搬出去 两个人在那上班 孩子就跟着一起 如果丈夫不同意分价 那就第二个选择 和平分手 小凡沉默了 小燕为何如此坚决呢 她说 不光是重男轻女的问题 丈夫的经济压力太大 丈夫一个月平均五千五百元的工资 给自己两千五百元 用于照顾两个孩子 还要拿出一千五百元 给她的父母 她说 公婆才五十岁 有行为能力上班挣钱 完全可以不用儿子照顾 但是他们 给不了儿子一分钱 还要儿子倒替 这也是她想分家的原因 对于这一点 小凡是反对的 她说 父亲有疾病 母亲常年没工作 需要自己照顾 对于妻子提出的两点 她既不愿意和妻子分手 也不愿意和母亲分家 她说 两个孩子还小 跟着一起 负担太重 她还是希望孩子由父母照顾 他们小两口可以出去打工 母亲不希望儿子出去 儿子不希望和妻子分开 妻子又不想住在婆家 如果小凡做不到妻子的要求 可能真的就要和平分手了 夫妻商量后 决定出去住一段时间试试 希望一家人都能够多为对方着想 一家人没有解不开的心结 也希望公婆能够放下重男轻女的思想 只要用心养育 女孩也一样孝顺懂事